德崇湖南运河已开工,再开凿克拉运河,可完美替代,马六甲海峡 全球经济融合加速,海运成为国际贸易核心 东南亚新动向,泰国克拉运河项目备受瞩目,蓄势待发,引领区域发展新篇章 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1.马六甲海峡 马六甲海峡这条贯穿东南亚的狭长水道,作为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桥梁 其战略与经济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是全球航运的动漫 更承载着世界近五分之一的贸易流量 尤其对于石油与液化天然气等关键资源的海上运输而言,其贡献率高达三分之一 据权威航运数据显示,年均5000余艘巨轮穿梭期间 其中护发邮轮与集装箱船等巨无霸,彰显其无与伦比的繁忙景象 然而马六甲海峡的辉煌背后,却隐藏着不容忽视的隐患 其狭窄的平静地带,最窄处仅数十公里,成为制约航运效率的关键因素 高密度船流下,拥堵与碰撞风险激增 船只不得不放缓速度,谨慎前行 这无疑拉长了运输周期,也推高了运营成本 特别是在交通高峰时段,船只排队带航的景象,畏畏壮观 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双双攀升 另外,海峡的水深与地形条件亦在航运构成挑战 尽管大部分水域能够容纳大型船舶 但局部潜滩与复杂地形却时常考验着船长的记忆与耐心 岛屿与珊瑚礁的点缀,虽为自然景观增添了几分魅力 却也无形中为航道增添了几分险距 大型船舶需要在此类狭窄区域内谨慎操作 以确保航行安全,这无疑又进一步加剧了航道的拥堵状况 2.柬埔寨德崇湖南印河的优势 德崇湖南印河这一宏伟蓝图是以金边作为起点 沿着湄公河的一条平行南下的支流百色河 穿越既有水道与新建河道交织的网络 最终融入供布与白马的海域怀抱 全长约180公里的旅途中 超过九成巧妙借用了既有河道或者输具一些小河道等 确保航道宽度超过百米 足以使三千吞起巨轮,悠然航行 沿途桥梁与船闸设置了十多座 紫运河的开通对柬埔寨而言,意义深远 首先在于它宛如一条巨龙横贯南部 以其壮阔身姿,构建起一道坚不可摧的战略防线 与豆蔻山脉并肩 将金边乃至整个国家南部互有于安宁之中 敌军若再犯,必先跨越这百米宽切,难度倍增 其次,德崇湖南运河的通行 标志着柬埔寨彻底挣脱了湄公河出海口的质故 之前越南对湄公河出海口的掌控 如同枷锁般束缚了柬埔寨的海洋梦想 如今,新运河的开辟 为柬埔寨开辟了独立自主的出海新通道 经济命脉,不再受制于人 再者,此工程亦是对柬埔寨水文环境的深刻改造 洞里撒湖的内涝之痛,部分源于湄公河下游的耿阻 崇德湖南运河的畅通,间接促进了区域水系的循环与平衡 为缓解内涝,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撑 最后,这一超级工程的实施,不仅是技术的胜利 更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与升华 它如同古代中国的金航大运河 不仅连接了地域,更连接了人心 激发了国民的自豪与团结 是典型的代表 除了德崇湖南运河 还有一条连接泰国与安达曼海的运河构想 也由来已久 克拉运河的全长约120公里 一旦实施,将彻底改写航运路线 船只可直居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 预计年省航运成本可达25亿美元 为全球航运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但克拉运河项目规模宏大 预计耗资百亿至200亿美元 对泰国而言,此投资潜力无限 除航运直接受益外 运河周边或崛起一座 类似新加坡的繁华都市 为泰国经济腾飞插上翅膀 激发无限可能 另外,东南亚航运版图变迁 为中国带来双重影响 得崇湖南与克拉运河项目 开辟新航道 削弱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 巩固能源贸易安全